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院子里的正宫娘娘 Olympiad 这是我2016年春天种下的裸根苗 是我种的第一颗玫瑰 也是人生种的第一颗花 当时完全是种花的小白 选品种属于盲昏雅架 之所以选这个品种 可能是前一世里觉得 玫瑰就该是红色的 而网站上介绍说它是最正的红色 于是就下单了 我家房子旁边的土层非常浅 挖十公分下去就是建筑土了 当时也不懂什么改良土壤 反正店里买了一袋土 刨了一个坑就给它埋了 然后它就活了 就长枝了 就开花了 现在珠型保持袋大约六尺高 四尺宽 它的花是标准的红玫瑰 该有的形状 高杯翘角 长枝开花 颜色正红 不带一丁点杂色 在我的院子里 是不折不扣的正宫气质 现在想起来 选它是一种幸运 它的优良品性 帮我建立了种花最初的信心 Olympia是1984年AARS大奖的获得者 它具备这个奖项所拥有的各种品质 首先是长势旺盛 前两年我随便种它随便长 在我终于知道 要用修剪来保持一个匀称的珠型的时候 发现它已经密密麻麻的长了很多枝条 足够我来练手了 19年的时候 它窜出一根墙笋 长到了抽油烟机的出风口那么高 估计得有八九尺长 顶端甚至还开了几朵花 后来为了珠型被我咔嚓了 其次是抗病性强 早春的时候有时会有一点白粉 打一点药 注意修去过密的枝条保持通风即可 它的开花性也不错 之前我都是花卸了随时剪 21年想追求一下爆花的效果 所以是一批开完再统一剪 一般一批前后能有上百朵 持续开花一个多月 花后修剪完大约40天是下一批花 从4月中到10月下 可以轰轰烈烈的开3批花 最后11月还能再孕一孕少量的花苞 但是到了12月天气转凉 我索性就把那些小花苞修剪了 让Olympia好好休眠吧 如果要给Olympia找一个缺点 就是它不怎么香 这一点逊色于另外一个著名的 红玫瑰品种 Mr. Lincoln 相比较而言 Mr. Lincoln花朵更大 盛放时红中带一点优雅的紫色 并且会呈现天鹅绒般的质感 香气富裕 非常适合做切花 我院子里有一颗前屋主留下的Mr. Lincoln 遗憾的是 他一直被绣斑病和白粉病困扰 直到这两年才终于健康了起来 如果比较两个品种的抗晒能力 Olympia明显用于Mr. Lincoln 只是连续两天95度曝晒之后的Olympia 还能看 而可怜的林肯先生已经成了干花了 种一颗红玫瑰在你的院子里吧 让它成为你的挚爱 成为了注射 成为华之后的评论